根據佛陀世尊 他曾經這樣跟弟子們說 能夠清淨三寶 能夠安住於生團用功半道 這絕對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種諸三根 它必須是久遠節以來 供養清淨無量諸佛而所成就的 而不是說供養一佛二佛 就能夠有此大福報 當我在經教裡面讀到世尊這樣的教界弟子 尤其在法華經 法華經裡面的強調 在法華會上的 比丘乃至菩薩可以在靈鳩山法華會上 聽佛宣講法華經 也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所成就的 他是久遠節以來 親近供養無量諸佛 才能夠與法華會上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世尊又特別的強調 除了能夠在法華會上 天文佛宣講法華會上天文佛宣講法華經 而能夠與耳後 繡持讀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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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寫楊誌東 法華經者 祂是大菩薩 受詞讀誦書寫供養 祂是大菩薩 所以這部法華經 它所要強調的 不在這部經論的深淺 而是在這部法華經 把我們的佛性顯發出來 因此能夠於無量劫以來 安住在身團 你才能夠親近供養無量諸佛 當時我一直在思考 什麼叫做親近供養無量諸佛 我們光這一期的生命 要碰到有佛出事都覺得很難 那佛已入滅了兩千多年 我們現在才天倫的佛法 一差就差了兩千多年 佛出事我們不在這個世間 佛入滅了我們在沉淪 當時一直在思考 什麼叫親近供養無量諸佛 後來這幾天各位 也一直在供修三十七年 也就是在昨天下午跟大眾分享的 是心是佛將心念 念到星空佛意望 原來一直以來 我們就是被這個差別項分別項 給迷失了 不以為一定要看到真正的佛出事 才能夠親近供養 殊不知過去現在未來 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相 每一位眾生本具佛性 他就是我們要親近供養的 這才能夠相應符合於普賢菩薩的 此大願的第一大願 禮盡諸佛 過去佛我們恭敬供養 你絕對不懷疑的 現在佛以成就 要供養親近 也是肯定的 你也絕對不會懷疑的 可是對未來佛 對於在我們身邊的同餐道友 善男子善女人等 你能夠視一切眾生為佛一樣嗎 原來這個親近供養無量主佛的佛 就是每一位眾生 你是否能夠用於平等心去相應 因此佛才說 能夠讀誦大聖經典 必須具備七個條件 第一個 有大根器 有大根 大根 這大根 就是它可以看守得了 各種不同的境界跟考驗 它有大根器 這大根器 就好比最近 南部一直在下大雨 這小根小氣的 就是所謂的小草之類的 經不起風吹雨打 它可能就倒了 可能就因為這個雨水 大風大雨 它就死掉了 它看守不了 但若是一個大根器者 不論風雨多大 它可以屹立不搖 我們這個大根器就是你 五死劫以來於佛前發菩提心 進未來季 歷經百千萬劫此菩提心不思 視明為大根器 不思菩提心 有些人學習狀況很差 但是他的菩提心不思 有些人學習狀況很好 可是容易退到 差別就在菩提心 佛陀的經典裡面 他在教授這個弟子當中 周立盤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他看起來就是憨憨厚厚的 阿吐阿吐的 但他並不會因為任何人對他的取笑 呵斥謾罵 他退失了道心 縱然很多人看不起他 他依然堅持要親近佛 親近身團 這個就是所謂的大根器 因為菩提心不思 所以第一個要有大根 第二個要具大智 大智慧 什麼叫大智慧 尤其我們在娑婆世界 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當律師 你也可以選擇當醫師 工程師建築師等等 這都是在世俗上的 但你可以選擇當一位法師 要絕大的勇氣跟智慧 而且能成為三藏法師 那更是世間頂端的人物 世間上的律師 絕對多過於我們現在的法師 我們現在的法師 也許就三萬多位在整個台灣 但整個台灣裡面的律師醫師 絕對不只三萬多位 就具有大智慧 我們並不是在跟他們批評比較 而是你的選擇 你除了對你這一期生命的承擔 你更是對著你進未來季 解脫度眾生而承擔 這是要大智慧症 不然世間的慾望誘惑這麼多 你很容易就倒過去了 你為什麼不會倒過去 而能夠堅持於一身團 修行用功半道 是因為具足這份大智慧 知道此選擇 能夠廣度一切友情 這是所謂的具大智慧 365行 你何以為要選擇 這個選擇 不是你要那個的選擇 這也是剛剛談到的 是無始劫以來 你親近供應無量諸佛 所成就的福報 所以要聚大智 然後發大心 要發大心 也許我們有這樣的條件 你有親近生團的機會 你可以服務大眾的機會 但若不發心 這個力量是啟動不了的 所以要發大心 這個大心 這個大 不是在比較大小的大 而這個大 是因無我 故可以發心 因不計較因無我 所以你可以做事 像世尊 他可以捨離王位 而為一切眾生 這就是所謂的發大心 然後信大發 深信 這個大 是圓滿究竟的意思 深信圓滿智慧 廣度一切友情 此信念不退失 世間任何以後比不了 圓滿智慧度眾生 叫信大發 然後解大意 這個解大意 就是深結佛陀度眾生的本懷 佛久遠結已成佛 但為了度眾生 又再來世間 再來世間 佛在成典結 在法華經裡面 談的是成典結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早就成佛了 他成佛的都還會回來世間 世間跟我們一樣 就只為了度眾生 我們要看到的是佛的這樣的 度眾生的這份精神 解大意 然後修大行 修大行 就是修究竟法 菩薩道 難行能行 難忍能忍 難捨能捨 這就是修大行 菩薩道 好 我最近在讀誦 佛說42章經裡面 那談到了修行有二十難 有二十難 那其中有談到一個 貧窮又不思難 貧窮又不思難 學到難 他談到了 他談到了 能夠捨命 捨離生命 但可以度眾生 你願不願意 就像佛 在本聖經裡面 捨身為虎 割漏未陰的精神 這很難 身體是我們的 要我捨離這個生命 而度眾生 聽起來很偉大 要做起來可很難 難行能行 叫做器命活到難 玄壯大師就是這種精神 我們現在在生活上 還沒有這樣的境界 來考驗著我們 玄壯大師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器命活到難 一休閒一 只要是跟我們的生命 一抵觸的 絕對是先退縮的 不是勇往直前的 修行如在戰 跟煩惱魔在戰爭一樣 不能退縮 你退縮就被煩惱給降伏了 就器命活到難 就讓我在整個腦海裡面 跑出了非常多祖師的畫面 包括見證大和尚 眼睛都沒看到了 都瞎了 還是要到日本去弘揚佛房 器命活到難 真的 我常常會想 假如是我 我假如是當時的見證大和尚 我是當時的玄壯大師 你願意這樣做嗎 絕大部分會說 先把身體照顧好 他也不為過 可是這個身體我就在想 身體總有一天還是會壞 你又沒辦法照顧 顧好又如何健康 他有一天也是要頒給你看 與其這樣 我何不將此身心奉承上 修大行 全創大師就是這樣的信念 然後求大國 就是圓滿國報 圓滿佛位 求大國 我們不是只為了 享用人天福報 我們更不是只停留在阿羅漢 乃至菩薩出第二地 乃至到十地等絕妙絕 我們更為求成佛 但是成佛這個佛不是心外的佛 而是自信佛 舍利一切的煩惱 所以能夠安住於身團 用功辦到 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成就的 所以我們能夠於佛教身團 來用功辦到 要清淨無量諸佛 也就是能夠於一切眾生當中 廣結三人 你當下就跟未來佛廣結無量諸緣 不然 我們光要碰到真佛出現 有當中都讀不到 原來此佛就在心中 看一切人都是菩薩 看一切人都是佛 原來你心中的自信佛已顯發出來 因此你看一切眾生自然就是佛 你就不會瞧不起任何人 因為你很清楚 一切眾生都是我應當理盡的對象 包括惡鬼道的眾生 所以為什麼在超劍堂上 誦經回向給他們 我們都是以一份的恭敬跟虔誠 很如法的去唱誦 也許我們的唱誦現在還不是一百分 但我們的真誠心絕對是超過一百分 這是我們所可以做得到的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理念 有人會問 師父為什麼要去創辦網路紅髮電視台 我想就藉這個機會 再把這個理念 再跟我們在座的各位說明一次 這網路紅髮電視台 它不只是一個紅髮電視台 它更是一個道場 而且雖然它是個虛擬的道場 但它卻是有力量有生命的道場 道場除了我們所看到的硬體建設的道場 我們一個道場的建設 少說都要好幾億 少說都要好幾億 道場蓋好了 能進來拜佛 禮佛 誦經者 聽法者 一天裡就這麼幾百人 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這幾百人當中又能夠真正的於佛道上 實踐解脫道者更不容易 那現在在整個台灣佛教的環境 我們更不缺硬體的道場 我們更不缺硬體的道場 佛教的硬體道場 現在大概不缺 也許現在的道場比較老舊的需要整修 就師父各位而言 我並沒有蓋所謂的新道場 但我有重修道場 但我更希望能夠將道場弘法立身的這份事業 可以推廣出去 所以準備了好幾年 成立了網路弘法電視台 我是用一個道場的理念來經營 來推動 來永續佛法的命脈 我是在學習普賢師大院的請佛注釋 這個所謂的沒有了深重說法 連鬼神都會發愁 所以網路弘法電視台 除了法師的弘法 我們還可以有多元的種種的佛法的內容節目 來接引不同根氣的眾生 我們透過網路的平台來推廣出去 我們也可以借用的 我們大家的這份共進虔誠的法會共修 也可以直播到各地 讓有元者都可以信受佛法 那在這樣的一點一滴的累積之下 也可以引發出一些眾生的善根 都踏入佛門 進入培養佛教人才 所以它是個道場 我們也要用這樣的一個信念 我們不是為了打知名度 我們的知名度 桃園佛教聯社也傳過三壇大界 在海內外或多或少也稍有一些名氣 但名氣不一定能夠把佛法推出去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很密集地 來推廣佛法教育 也希望我們在座的各位法師 日後能夠慢慢地培養 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這樣的網路弘法電視台 把各位佛法的這一份修行的體驗也分享出去 我們雖然沒有像佛陀的大神通大威德利 能夠千百億化身到各地去 但我們可以借用科技的好處 借用傳播媒體網路時代 我們沒有大神通 但我們用很真實的網路 將佛法的音聲 如佛陀一樣的千百億化身 推廣到各地 這個理念是一樣的 它是個道場的精靈 我希望大家耳後 有信眾也好 有法師也好 提問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地明白地告訴它 我們除了有弘法的節目 我們會慢慢地來充實 那這個整個的過程它非常地辛苦 硬體的建設其實不難 建築師畫畫圖 工程師建築師來 那工程就按圖施工 蓋好了 好了就好了 可是佛法的推動呢 那虛擬的道場也許看不到 但是它所付出的心力 不少於硬體建設 但是它將來的影響力 不是只有一個硬體建設的影響力 是可以將佛法佛陀的聲音 這叫做聖音量 佛陀的聲音 推廣到各地 也希望借用弘法電視台的這樣的一個音源 也讓我們在座的每一位護持者 都能夠親近供養無量的祝福 是這樣的一個信念 也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在說明 也讓大家我們一起共同發心 成就眾生 成就自己的道業 阿彌陀佛